第一天其實在行動之前我們根本沒有想過 說我們真的真的打電話 有沒有想說第一個晚上就會被清除 那我們這一代的那個 出聲的背景就是在一個突破競技的氛圍之下 長大 對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對我來講還蠻重要的東西 未來新一個世代的女性人他們出來他們怎麼看我們 對 就像我們會用我們的眼光去看上一個世代的夜白和人 他們到底成就了什麼他們的故事定位等等 對 但我覺得我們可能不能夠只是單純由我們自己去定位 對你們來講是衝動的那個 對 當然 退場是比較難一點 轉手圍攻 捍衛民主 我覺得 待在這裡面跟你接下來到離開議場之後 要做的事情 我反而認為 待在這裡面的壓力可能更小 因為你在這裡面其實基本上是維持現在的狀態嘛 你頂多是有這個被清場的危機頂多是這個樣子 但是你一回到社會之後 社會對你的期待是你後續進一步要做些什麼事情 對啊 你下一步是什麼 然後你的一舉一動大家都會看 我後來為什麼會發現說應該轉手圍攻 是因為 最近有一群叫民主黑潮的學生 他們到各個藍營立委的選區去 這個割藍尾的行動 我覺得 這代表是民間社會裡面還有一股力量 他們沒有辦法到國會周遭裡面來靜坐 但是他們有 那樣的欲望想要參與 用他們的 在他們能力有限的情況底下去參與行動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把那樣子社會力號召出來 然後進一步組織化 那我想王金平的表態當然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對啊 那 他丟出這樣的東西我們會不會信任他 坦白說我覺得 我們無法信任任何一個現在在檯面上的這些政治人物 如果我們信任的話 基本上我們不用打進國會裡面來 對啊 可是我們就已經沒有 對但是 我們 為什麼會 接受他的這個承諾 原因是因為 我們很清楚 他現在 他現在 他現在如果反悔 我們接下來是有五十萬人 可能不止五十萬人的免疫基礎 會壓在他的身上 對啊 那 他是不是能夠 要承受出這樣的壓力 國會議場已經被我們佔據這件事情 對他來講 我覺得也是一個 呃 對 我認為對他也是一定 有一定的影響跟衝擊 那 離開議場 為什麼會離開議場 因為他的確要副委 就必須要在院會裡面做 那 但也有很多朋友建議說 你們就繼續站著啊 不要離開 不要離開 國會議場 讓他們去別的地方開會 副委之後我們再走 也有人這樣建議說 等他們都去別的地方喬好 但是我們不認同這樣的看法的原因是因為 今天只要 國會開了一個先例 院會可以在其他的 其他地方召開 以後 民進黨 或是在野黨 或是任何的 甚至執政黨 就朝野的政黨 以後都不用搞什麼 佔領主席台 杯葛 那 甚至 甚至不用任何抵抗 任何的抵抗 那些都無效 因為 只要這種杯葛一發生 他換個地方就開會了 對吧 他不用管你 那個 在哪個地方開 所以我覺得監守在 守住 我就 守住國會 讓國會不要被 被 這個 就至少讓國會能夠維持他 召開院會的這個功能 我覺得是必要的